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说南加州的气温就来到了摄氏43度 内华达州到了46度 还有佛州的Miami的体感温度也到了45度 还有在加州非常著名的死亡谷 Death Valley国家公园 这里因为本来就非常少会有降雨的情形 以及因为超低海拔的特性 原本就是地球上最高温的地方之一 那现在这里也已经飙升超过了52度 那针对连续的高温 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多个州份发出了高温警报 发布的范围从加州 德州到佛罗里达州 还有西北部的华盛顿州等等 受到影响的民众多达1亿1300万人 超过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因为高温引发的相关疾病也很多 也将对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民众 构成健康方面的风险 像是中暑啊热衰竭等等 那这也让美国多数的公共设施 像是室外店家公园动物园游乐园等等 都陆续缩短了营业时间 或是直接宣布要关闭 以避免民众或是员工曝晒在高温之下 那除了美国之外 欧洲几个国家的高温 也是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像是南欧国家意大利 政府在7月16号就对罗马 波罗那还有佛罗伦斯等等 16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的红色警报 那同样是南欧国家 希腊最高气温也到了44度 那在7月15号这一天 非常著名的雅典卫城 也临时宣布说 为了要保护工作人员 还有游客的健康 在中午之后要暂时关闭园区 而现场也有医疗人员 对一些出现脱水 或是晕倒的游客进行急救 那在热浪席卷欧洲的时候 部分地区的野火 也有一些失控的情形 像是西班牙拉加纳利群岛 最西北端的火山岛帕马岛 在7月15号这天凌晨的时候 也出现了森林大火 目前疏散了至少4000人 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 全球暖化带来的威胁 在这几天也是很明显的 袭击到亚洲地区 例如说印度 印度在最近因为受到低气压 还有季风的影响 好几天连续下起了豪雨 已经造成至少90人丧命 那在日韩部分 在7月10号 九州北部因为豪雨 酿成山崩的灾情 还有东北部的秋田县 在7月15号也遭到暴雨的袭击 那再来是南韩 南韩最近连续三天以来下了暴雨 那在7月15号这一天 中部中青北道的青州市 雨量也大到让河川暴涨 然后夹带着泥沙快速的倒灌到城市里面 造成严重的灾情 那在倒灌的当下 有一处的地下道里面 还有15台的汽车 以及一辆公车 也瞬间淹没在洪水当中 目前已知 南韩这波暴雨造成的死亡人数 至少有37人 那在讲到天气很热的同时 大家想到的多半是空气的温度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热不是储存在大气当中 而是在海洋中 从今年春夏开始 海洋也屡屡创下了高温的记录 我们看BBC有指出 2023年6月的平均海水温度 已经超过了1991年 一直到2020年的平均温度 而现在北大西洋目前的表面水温 也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温度 而且有几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温度 像是在英国沿海地区 尤其非常的明显 那当然海水平均温度升高了 对生态圈也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那针对全球暖化 专家是认为 这个其实是在科学家的预料之中 就像是英国气象局的气候科学家 也是英国艾克斯特大学的教授Richard Betts 他表示 其实面对现在高温不用太意外 因为这个符合了科学界对于气象模型的预测 只是现在的天气一再的提醒我们 我们其实长期以来都知道的事实 就是除非我们停止在大气当中 累积更多的温室气体 不然现在的气温一定会持续的升高 而我们也一定会碰到更多的极端气候现象 那BBC指出 现在全球的状态就像处在一场跟大自然的竞赛当中 当我们很快速的在迈向更热 然后气候也更加混乱的未来 那人类也同时正在使用科技 想办法来减少碳排放 而这个关键就在于 人类的速度是不是可以快到 足以来延缓气候的发展趋势 要如何让全球暖化的冲击 维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眼睁以待的问题 好 以上是全球暖化 好 下一次的新闻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最近有一条蛮奇怪的事情 就是中国的现任外交部长秦刚 他已经20多天没有出现了 那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政治圈里面 是一个蛮吊诡的现象 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生外交部长秦刚 他最后一次对外的露面 是在今年的6月25号 他在北京会面了很多来到中国访问的外交部长 在6月25号以后 他就没有出现 那这个在外交部长身上是蛮少见的 后来呢 在前不久 也就是7月11号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那就有对外说 秦刚因为身体的因素 现在不能出席 原本要在印尼亚加达举行的外长会议 好 那没有多久呢 香港的星岛日报就有说 就看了一个报导说 秦刚应该是感染了COVID-19 但是不久之后 他就会返回他的工作岗位 好 那个时候报导是这样 可是从7月11号到现在 那秦刚还是没有出现 那有关于所谓的感染新冠肺炎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目前都还是不知道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近期在中国以外 就有很多的猜测 到底外交部长秦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毫无征兆的就突然消失 那为什么又说他有身体因素 所以暂时不能出席外长会议 好 灵灵总总加起来呢 就有很多人在猜想 有可能是遇到了政治斗争吗 还是说遇到了有一些私德上的问题 还是各式各样各种 捕风作用的讯息 我们这边要稍微来谈一下 可能现在外界的预测是什么 以及哪些事情也许不太可能 我们先看秦刚 秦刚他是出生1966年 他是天津人 早年在外交部里面活动 后来也当到了外交部的发言人 那我这边要补充一件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名词叫串访 之前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中国用串访这个词 串就流串的串 访问的访 这是一个贬义词 而且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串访这个词最早就是从秦刚来的 秦刚是200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自己讲串访这个词 来形容当时是第14世达赖喇嘛 他要访问 这个访问的时候 秦刚就用串访来形容达赖喇嘛 说你到国外到处 这个国家里欧串访问 那当然这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用语 它带有贬义词 后来串访这词就常常用在一个 通常中国不喜欢的人物身上 或者涉及到这个对于中国的主权 这个想法跟中国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会使用 所以像去年就用在裴洛西身上 那这是来自秦刚 后来他的官运其实都还不错 在2018年的时候 他就升任了外交部的副部长 那后来2021年的时候 他开始担任中国的驻美大使 但这边要留意一下这几个时间点 18年当外交部的副部长 没有多久 2021年他可以去当驻美大使 隔一年 2022年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大家记得去年中国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就是20大 2022年10月 20大上面 秦刚就中选了中共中央委员 他当驻美大使没有多久 一年多 就升上中共中央委员 然后接替了王毅 成为了外交部长 这个时间点非常之快 所以他当时的这个讨论里面 就认为第一个 他是习家军的人马 就是习近平身边的人马 这个跋升的速度非常之快 那会不会也是在跋升的速度之中 这样子一连几跳 那也许卷入了一些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 那也不晓得 那总而言之呢 在中共20大之后 一番人事新气象里面 钱刚就后来变成了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那我们也看到台湾可能常常会拿来开玩笑 或者比较常见到的像发言人赵立坚 赵立坚就会被他后来就被调职了 所以有人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一些人事上面的一些讯息 包含内部派系的斗争 这是一个 另一个是认为说 把看起来比较温和的 我这边是用的是看起来 看起来比较温和的秦刚掉上来 然后赵立坚这种比较战狼式的发言人 移开 那会不会是一种软化 这也当然也是一种臆测 好那秦刚呢 虽然看起来温和 他不实际上 他在态度上面仍然是蛮强硬的 那另一方面呢 在今年 其实六月的时候 那布林肯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跟秦刚 那他们还有一次的会谈 那这个会谈呢 其实也是铺路之后 可能秦刚会再去美国访问 像这样子一来一往之间 让中美虽然在处于一个对抗的状态 但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 那秦刚的扮演的角色呢 他当然表面上面 他当然还是跟布林肯说 中美双方可以来开启这样 彼此坦率 而且也具有建设性的会谈 但是其实中美也没有 在他们身上 达到任何的共识 但是呢 外界预测也基本上是认为说 那至少不像过去 那么的争锋相对 保持一定程度上面 可能可以沟通的一个态度 但也就在之后 6月25 他在北京 见面了会面了很多的外长 那在那之后就没有再现身了 现在呢 在传的沸沸扬扬的是说 秦刚并不是如表面上所说的身体因素 而是说他可能卷入了一个桃色纠纷 那这个对象 现在传出是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 傅小田 那傅小田现在他的微博 他的微博虽然是仍然开着 但是评论区现在是被隐藏了 这之中呢就开始在讲到说 傅小田是不是帮秦刚生了一个私生子 那因为傅小田的po文里面就有发现 怎么会在秦刚生日的时候会祝某个人生日快乐 然后又在那边说什么 这个好像对象为了使命而去工作如何如何 那期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家人团聚 那因为傅小田以前也访问过秦刚 他们做过节目 那各种线索这样兜起来 就有人发现这个傅小田恐怕嫌疑非常之大 那些又莫名其妙的这个评论区呢 也涌入了很多的讨论 结果现在被屏蔽 那就有点此地无垠三百两 但是这边的各种说法都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那有人甚至传说傅小田是双面间谍 说是美国的双面间谍 如此如何如何 但都太过戏剧化 他也不晓得 那即便是如果秦刚是因为跟婚外情 或者跟性有关的这个事情 那就表示他有可能会落马吗 还有可能就因此被处理吗 这个倒不一定 因为我们先前看 大家注意这个张高丽的事情 张高丽也是被这样子变成国际竹目的焦点 最后二十大他也是安然无恙 他还是继续的出现 在中共的这种逻辑里面 其实你有这个婚外情或者性方面的这个丑闻 未必会成为你出事的这个把柄 通常是要弄你的时候 会拿这个明目当成一个理由 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 我们是可以知道秦刚应该是出什么事情了 但完全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到底是整政治上的斗争 跟习近平之间有出事了吗 还是因为这个傅小田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牵连 会有人猜测说会不会真的中了美国的计 是被美国双面间谍骗了 诸如此类 我们完全不晓得 通常这是在一个极权政治的国家里面 很常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的政权不透明 人事也不透明 所以就招来很多外界的议测 但总而言之呢 秦刚的消失其实不太自然 所以后续会怎么样发展 我们也会再持续的观察 好 以上是今天的Daily Podcast新闻 好 那这个我刚刚是不是要说 自己做了什么梦 对啊 你做了什么梦 我梦到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跟先生首相岸田文雄 他们两个要一起出访 OK 但是因为安倍晋三不是已经过世了吗 对啊 但是梦中他看不太见他 他是一个身影的感觉 对 他是个影子 OK 然后现任的首相安倍晋三 那我要干嘛呢 说我要护送他们到会议现场 然后我当梦中的 我觉得关我什么事 我看起来像要护送你们的人吗 你是工作人员 我看起来像这个你们的这个 所以画面中就觉得 我的存在很奇怪 OK 这关我什么事 所以你就是护着他们 在他们的身后 没有没有 就是在他们在讲话 我在旁边就是看 你知道吗 就好像旁边 就是这种旁边会议群人嘛 然后我就那其中之一 OK 那不知为何呢 岸田文雄在那梦中呢 他穿着和服 但他穿的是女性的和服 然后我梦中的我还想说 你为什么要穿女性的和服啊 这是特别的JS Code吗 奇怪了 什么场合啊 梦中就觉得很多的困惑 疑惑 然后又觉得说 好烦哦 还在那边做工作 你想回家 之类的 对 然后后来就各种场景撞换了 就不知道开始就变成动作片 这样子 好像有打斗哦 没有 其实有各种的灾难跟爆炸 然后 怪物出现这样子 而在混乱之中啊 我就惊醒了 OK 这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什么 我想未必有什么代表意思啊 大家做梦不要疑神疑鬼 就觉得好像会代表什么 未必啦 不是很困惑 为什么是穿和服啊 我不晓得啊 而且是女性的和服 梦是很难解的 是 梦只对个人有意义而已 OK 好吗 对 所以它是变成我的一个素材啦 说不定今天晚上会有续集 我很少梦做梦会有续集 真的吗 说不定这下要互送一些 谁做梦有续集 你有吗 有那种隔半小时的续集 但是没有隔一天的续集 对啊 要隔一阵子那个很难啊 如果有隔 这个如果听有你有隔着梦续集的 这个欢迎来分享 对 通常这个可能就有点有点意思 连载 好 OK那上个礼拜我们众梦广播 口气更新了三集 对 我们真的是很努力 包含查阅编辑记录 包含一集众梦广播 又有一集转角游乐器 真的是听到爆 还没听的听有 赶快去听哦 而且潮流编辑记录很精彩 嗯 对 一定要去听 这个双移 对 双歪 跟说双歪 双歪 烦死了 魏姨跟木姨的潮流编辑记录 很多已经有听的人 都表示赞赏 真的 谢谢大家 不相信是不是 好 OK 祝福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姨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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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